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坐下去 个个都是估值便宜 但Kenny 我要拼博一下 地缘政治风险的东西你猜不到 滞脏这些不知能不能继续 现在计P.E是否准准准? 计P.E是否准准准的 老实说 如果准准我们就不用 刚才我们用了四大指标 走去看 虽然说不准准 但是,有個很有趣的情況就是,每一次我們看一些,這個圖經常都這樣說,有圖有真相 我這樣列了10年,剛才Debbie說的都比較遠一點,9708,這裏就沒有遮蓋到,但是形態都很類似的就是 當這些大時代事件發生,永遠都是一個尖底,V形的上去 而摸那個尖底,很多時候香港的市盈率,用當日的數字去計算,是會計算到一個比較低的數字 很簡單而已,2020年3月疫情底8.7倍,用當日3月的數字計算是8.7倍 但是事後發生什麼事?事後當然了,就是說原來經濟這樣,很多分析員看清了這個情況之後 就將那個盈利預測下調,這樣用2020年最後真實的數字拍下來,會高一點 當然是快一點7倍的,這樣是10倍以上的,但是不要緊 我們因為大家用這個所謂蘋果對蘋果,橙對橙的比較 反正當日大家這些大時代事件發生,都不是計算了這個數字,這樣不要緊的 直接用當日那條街,在猜中是一個什麼數字,就用那個數字做一個比較,做一個參考 所以為什麼呢?我曾經在3月第2個星期,也有一個訪問問問過 如果真是局勢很差很差,去到京方的說話,港股究竟是什麼的估值可以見到底呢? 我只是這樣提及,疫情底8.7倍,只有3,6,只有6,計都出來大概是18,200點左右 其實就是當時用這個情況計算,雖然到最後我絕對有理由相信 到最後呢,接下來這幾個月呢,各位分析員呢,都會將盈利預測下調 令到這個呢,市盈率呢,是會拉高的 那所以呢,我們當看回畫面,觀看畫面就是呢 我們上個星期呢,就21,400了,今天大概21,200點左右了 那大概現在是10.1,10.2倍左右了 這個呢,好像是比這個平均低了,是不是呢? 平均,過去五年平均就是11.8倍,是低了的,低十幾% 但是呢,我會相信,到最後埋單呢,其實這些一個市盈率呢 應該今天是被低估,就是說呢,這個並不是這麼便宜的港股 明白明白,那如果我們計算呢,你剛才說第二季可以迎來一個博反大機會嘛 那是不是照看你這個黃金比率反彈幅度是短線用來摸那個頂的比較 就是能夠參考的指標呢? 我覺得是的,首先,估值這件事呢,估呀 估呀,估呀,說明是估值啦 市都知道的,基金經理,其他的基金合流知者 完全知道這個數字先聽著啦,哪裏準的啊,接下來就要調低 那所以呢,很多的投資者,或者當時呢 反正大家都猜不到,就是不能夠做一個準確的掌握的市 的真正價值,大家一起量度 所以呢,每次發生這些大時代的事件呢 量度是出奇地怎樣呢?是出奇地準的 那很多時候呢,都是用一些黃金比率啊 大家可能聽過,回調多少,零點,零點三點 很奇怪的呢,都是比較準確的 那我亦都會看回呢,剛才剛才我們看到呢 我都預計呢,其實未必,未必知道哪個月啦 那我預期這個反正可能去到兩萬三千二十至兩萬四千七 其實你看到那個市盈率的估值呢 都大概在捱,省去到十一點八倍 就是說呢,這個平均,這兩個數字也是呢 我們講的在去年,三萬一千一百八十三點 跌了萬三點的反彈的零點,三百二十五點 這個古書,這麼巧呢,那個估值呢 又是捱回大概五年,平均,十一點八倍 嗯,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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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,來吧